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 见证了将近百年的英国史变迁 它是英国皇室政治的象征 也是英国团结精神的化身 从1953年加冕至今在位70年 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史上第一位迎接白金喜的君王 也是罕见始终拥有英国民众高支持度 评价极高的君主 但也曾因为戴安娜王妃的世界 引来冷漠的恶贫 伊丽莎白二世走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 英国走向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 在迈入21世纪的前后 度过英国王室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大小风波 基义的女王 是英国人民永远缅怀的王者 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4月21日 父亲乔治六世于1952年逝世后 隔年伊丽莎白二世正式加冕 成为英国女王 直至2022年在位期间共期十年 在英国女王驾崩后 当今世上等待王位继承最久的查尔斯王子 将会继承王位 女王出身帝王之家 继承王室大量财产 且继位后一直未就遗产纳税 据悉 女王财产本来有高达70亿英镑 约2485亿台币 然近年来受到王室挥霍与不景气 2021年时 女王资产净值仍达3.65亿英镑 约129.5亿台币 据英国媒体报道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父亲乔治六世 2000万英镑财产后 英国王室与政府达成秘密协议 继位后一直未就遗产纳税 得以把钱用来投资 此外 女王的主要收入来源为 纳税人缴纳的君主拨款 由英国政府支付 另有英媒报道 女王1990年的身家达70亿英镑 约2485亿台币 由于其每年王室支出有增无减 如女王孙子哈利与孙席梅庚 过去装修奢华别墅 搭乘私人飞机 展开各国豪华旅程 许多金钱 支出 都由王室甚至英国纳税人买单 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 女王身家已大为缩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创造了多项记录 她的传奇婚姻也是如此 她与丈夫菲利普亲王携手相伴74载 她是她身边低调的王的男人 去年4月9日 99岁高龄的菲利普亲王去世 两人从少年相识到垂木相依 虽然一路也有磕瓣 但见证了彼此的人生和历史 菲利普亲王比女王大五岁 两人都出身显赫 女王是乔治六世的长女 菲利普则是希腊王子 她的父亲安德烈亚斯王子 是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第四子 但麦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孙子 母亲则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 增外孙女 虽然血缘关系远了点 但准确地说 菲利普亲王与伊丽莎白二世 还算表兄妹 虽然对于英国女王来说 她的婚姻也许形式大于现实 但她的爱情却最为长情 与菲利普亲王一过就是73年 超过了大多数的婚姻长度 1939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3岁 与皇家海军小兵菲利普出相遇 那时的她也不过是一个只有18岁的贵族青年 当然 菲利普的帅气犹如一把利刃 直接刺透女王幼小心灵上的情感禁锢 他不可抑制地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身高180 金发 蓝毛 身情款款 儒雅帅气 菲利普当年的颜值 哪怕是在今天依旧所向披靡 怀春的少女打破了公主固有的矜持 女王开始与菲利普通信 从最初的简单问候到日渐深入的心情泄密 两个年轻人越聊越近 最终 他们面对了婚姻这个现实 那时的菲利普不会想到 与女王结婚只能算是入赘 而且他一辈子都将只能是女王背后的男人 没有自己的事业 也没有自己的单独社会地位 其实 就算是这样 菲利普也不是王室看重的那个人 若不是女王坚持 恐怕他顶多只能是海军的某个高级军衔 女王从小自带兼任 他从13岁看重菲利普 便再也没有放任何人进过自己的内心 为此 国王父亲 王后母亲 王太后祖母 都只能选择成全 作为入赘的诚意 菲利普放弃了自己的姓氏 当然 那其实也不是他原父姓 而是母姓 因为他随的是舅舅的姓氏 蒙巴顿 刚结婚的那两年 应该是女王与菲利普婚姻中的高光时刻 他们整天蜜月一般蜜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生活 聊不尽的情话 可这一切都随着乔治六世的离世戛然而止 国王离世仓促 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历史上树下公主 树上女王的传奇 而这对于菲利普却并不是件好事 因为他必须就此与女王放弃普通的夫妻关系 不能与女王同促一事 不能染指任何证物 1953年 女王正式走马上任 于西敏寺教堂举行加冕典礼 那是英国乃至世界都为之主目的时刻 同样也是菲利普真正改变人生的开始 当女王带着王冠 手持权杖坐在国王之位上时 菲利普第一个走出来 在世界所有人的注视下 直接跪下去 我 菲利普 宣誓效忠我主 尽忠竭力 至死不渝 愿上帝助我 话不多 但字字诸心 因为那所谓的主在不久前 还是自己举案其眉的爱妻 只是换个角度 她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女王 而自己从此只能依附于她的身后 海军再也做不成了 那承载着菲利普无限愿望 巨大向往的事业 在成为王的男人之后 必须要被卸下肩 我原想在海军有所成就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得做出妥协 这就是人生 年纪轻轻的菲利普成为了亲王 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哪怕头上扣着三军元帅的头衔 可却再也不能穿上心爱的海军服 意气风发 菲利普就此成为了家庭富男 孩子的事情都归他管 女王完全听从菲利普的意见 不管是不是真心的 女王都想在某个方面平衡一下 丈夫的内心感受 只是这真的能让丈夫平衡吗 显然不可能 他用尽所有的刻薄来与王室的两位太后 王太后对质 用尽所有的坚持与女王计较孩子的姓氏 同时 菲利普不断出席各种剪彩仪式 赞助了800多个不同的慈善团体 演讲 接台 陪女王访问 几乎没不胜举 从1953年成为王夫 一直到2017年退休 菲利普亲王在漫长的64年公职时间里 曾经演讲过5496次 单独参加活动22219次 握不完的手 剪不完的踩 走不完的红毯 那就是菲利普亲王的一生 为此 他曾经说过 八名红毯的人应该去看看脑子有没有问题 但这对于女王来说 就是默默的支持 就是最给力的支撑 他是那种不会轻易被人取代的人 这些年来 他一直是我的力量 于公务方面 菲利普是称职的 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工作 却都是琐碎到让人厌倦的冗长 一直人能够真正坚持下来不容易 那于感情方面呢 显然菲利普亲王的声明并不怎么好 甚至有人为他计算过 他长长的情人名单中 至少有30位女性 他似乎也继承了父亲的花心 皇室束缚颇多的婚姻 让他感到不自在 急需寻找其他的慰藉 在婚前婚后 他都有着相当长的情人名单 从英美两国的演艺界女明星 广告女郎到法国小说家 澳洲名媛 各种公爵夫人 甚至还有声名显赫的郡主和公主等等 英国媒体亲切地称之为 菲利普亲王粉丝俱乐部 哪怕在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 人们也没少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在参加亲王葬礼 为数不多的人群中 就有一个被视为亲王40多年情人的彭妮 菲利普亲王在55岁时遇到了22岁的彭妮 彭妮是英国百万富翁的独生女 她的母亲还与女王是好朋友 而且她是已婚的身份 丈夫是菲利普亲王的堂兄弟 年龄的差距 身份的特殊 都让这两人看起来 都不应该有任何的暧昧关系 但是两人就是成为维持了20多年的亲密好友 他们每周见面两次 结伴参加全国各地的骑马活动 还曾在一个舞会上面贴面的跳舞 十分亲热 令在场宾客未知震惊 两人在公开场合的亲密 毫不避嫌 也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2002年 女王的母亲和妹妹相继去世 女王十分伤心 这对她的打击很大 菲利普亲王此刻 却没在女王身边陪伴安慰 竟然和彭妮在外度假 有人目击 彭妮坐在菲利普亲王的电单车上 揽着菲利普亲王的腰油车盒 正是这次度假 让女王勃然大怒 给菲利普亲王下达了最后通牒 让他减少和彭妮的来往 闹得最大的一次是私生子的出现 一名澳大利亚男子自称 是菲利普亲王的私生子 她的母亲曾经是一名伦敦酒吧的服务员 她一直要求英国王室对她的身份 进行承认 并要求进行丁赖的验证 同时还出示了一份当初 英国王室给予自己母亲 2.5万英镑的封口费支票 但是英国王室依然采取闭口不谈 视而不见的策略 既不回应 也不理睬 最终事情不了了之 甚至有一篇英国的报道称 亲王有23个私生子 对于这些风流情势 女王并非不知情 菲利普亲王曾私下承认过 自1947年他们结婚开始 伊丽莎白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侦探 日夜监视他的行踪 对于英国女王而言 要知道她的这些事情太轻而易举了 对于丈夫那些特别的朋友 女王有时候只是选择性 看不到听不到罢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 这样让人难以容忍的事实 女王却全盘接受了 如此再回想 菲利普亲王在与女王结婚 50周年的宴会上所讲的那句话 突然便释然了 一段婚姻的长情与否 无非是彼此的忍耐功力 2021年 菲利普亲王 先一步离开了坚持多年的王室 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给女王 任凭他独坐长椅上泪目铸流 73年不敢用弹纸翼挥肩形容 那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是一个人从哭着出生到结束的全部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